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婆 進去哪 我們去吃官廟滷麵吧 官廟 可是官廟不是吃素嗎 他在龜仁有分店喔 那我們去與龜仁吃吧 MING農村 這個人的名字 這次在馬上 我還可以說 這次在馬上 我已經成功了 我還沒想到 我已經成功了 我還沒想到 我還沒想到 我真的成功了 我還沒想到 這次在馬上 我還沒想到 我還沒想到 Stay Long from where you are 官廟滷麵就是帶龜冷汁 感覺官廟最近應該是在吃素啦 官廟麵比較有咬勁 所以你可以那個羹湯啊 那個羹湯的味道會馬上就 進到那個 你的口中 所以你第一口吃到的是那個 羹的那個微微的甜味 然後慢慢開始那個麵的嚼勁 然後它的肉羹 肉羹 肉羹很細緻的那一種 它不是像外面 不是你吃到會有一些瘦肉的口感 它就是 應該是肥肉跟瘦肉打在一起 所以它的整個那個 肉羹的味道很細 口感啊口感很細緻 然後味道很足 這肉羹好吃 最特別的是 滷麵配滷滷 應該沒有吃過這個組合吧 滷麵通常都是什麼 菜頭啊 筍絲啊 肉羹有啊 可是沒有吃過裡面有滷蛋的 吃吃看 它滷蛋超入味的耶 好像外面有一層那個甜甜的羹 這樣超好吃 沒想到滷蛋配羹那麼好吃耶 它的肉 川仔 如果有機會真的 來吃吃看喔 吃完剛剛的滷麵你有什麼感想 喔 它真的是蠻特別的耶 我一般吃到的滷麵啊 都是那種加很多料啊 像那種八寶滷麵啊 加豬肝啊 或是一些肉絲啊什麼的 然後甚至是有一些就是海鮮滷麵啊 會有什麼 用洋蔥去弄湯嘛 然後再加上什麼 花枝啊 蝦仁啊 那種滷麵 可是那種滷麵 有的人很愛吃 可是有的人會喜歡 像這種比較簡單的味道 它就是只有肉羹 然後呢 蔬菜去熬的這個羹湯啊 它就是吃在嘴巴有一個自然的甜味 真的是蠻好吃的耶 而且它的麵好像有一點不一樣耶 你知道那是什麼麵嗎 嗯 在關廟 難道是關廟麵嗎 沒有錯齁 一般來講都是用什麼麵你知道嗎 油麵吧 一般都是用油麵 可是這裡 這個區域 你只要在關廟歸人吃到的 幾乎都是用所有的關廟麵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耶 不知道齁 油麵 通常來講 你看到的是不是都是黃黃的 嗯 你知道為什麼它會變黃嗎 我不知道 麵呢 為了讓它提高Q度有很多的做法 而油麵採用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直接加減 像我們的粽子 不是有一種叫機杖 那種甜種嘛 它就是把糯米去泡鹼水嘛 它就會變成QQ的口感 那油麵也是一樣 它去把它泡所謂的鹼在裡面 然後它就變黃色 可是它這樣就有Q勁 它的好處是 店家在操作的時候比較方便 它可能抓一球回來啊 然後就泡個熱水沖一沖 然後就可以直接加到油麵裡面 加到羹裡面去 就變成一碗麵 它操作很迅速 可是在這個區域呢 我們比較講究健康 甚至我們要提倡在地食材 所以官廟呢 這個區域都會用官廟麵 可是它做工就很繁雜囉 官廟麵呢 就要先煮一鍋水 先把它煮熟 接下來呢 要在旁邊把它放涼 然後去拌油 接下來才能看似油麵的方式去做操作 足一的加到你碗裡 所以它前置作業很麻煩 大部分店家都不太喜歡這樣做 如果你去看到台南市的店家 幾乎都不太會這樣做 時間太久了啦 但在這個地方的人 他們為了提倡官廟麵的好吃 他們都會這樣做 而且官廟麵啊 酒煮不爛 其實你剛吃起來 口感你有沒有覺得 它其實跟油麵其實是一樣的 對啊 它的那個Q勁呢 它不會因為泡久了 就整個這樣軟爛的那種口感 沒錯啊 你看它Q勁還在 而且沒有加減 而且用每天現煮 它又不可能說放隔夜 像油麵有可能放個兩三天再賣你 非常非常的健康 難怪 每次看到經過啊 都是很多在地人啊 就把它當做每天的午餐啊 或是早餐這樣吃 沒錯 有時候你太晚來 可能11點就買不到了 真的 如果你是喜歡吃這種單純口感啊 就是肉羹啊 然後蔬菜跟湯 這一種油麵的 這種 滷麵的話 你可以 來試試看這間川仔 它在官廟有一間本店 然後歸人這邊是它的分店 兩間都叫川仔 如果喜歡吃這個口味的話 真的要來試試看 好啦所以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下部影片見